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所以今天呢 进进 我久久买一次了一个新的开箱 我知道我的背景有点小乱 你们不要太在意 OK 我现在还是暂时有一点小生病了 所以现在你们不会太介意我的那个声音 OK So 我这次重点买的这几件 其实都是for ZOOGOUDU用的 你会看到多数的衣服都是 这个样子的 对 我不先跟你们讲衣服 其实我觉得你们会很常听到这一句话 可是有一些东西 我不懂我放到哪里去了 所以我不可以给你们看到 可是我的链接我还是会放在那个小格子里面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So 我有三样东西 which不是衣服要给你们介绍 所以第一个就是很普遍的 我只是看到 你知道女生就是normal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的accessories一定是会到处乱放 然后是不懂为什么会不进去的 不懂怎样消失了 它就是有腿会跑掉的 你知道吗 我就是会很喜欢用这种夹子 都用for 可能来我要卸妆啦 或者我要洗脸 我要化妆的时候 在家里基本上就是不想要我的那个刘海 在我的脸上这样子 所以我就会把它夹起来 然后我就看到 他有卖这个夹子 我就不用特地去 可能Shopee还是淘宝去买 不过它的价格会不会比较贵啦 OK 可是随便拿几块钱 我就直接在那边买了 这两个 这个的话是粉红色的 然后这个的话是 这种like beige neutral color 这两个都蛮好看的 因为粉红色我已经有过了 我之前买的那个是彩色的 这个beige的我没有 which is quite cute so I bought these two colors 然后另外两个东西我买的就是 奶头铁 我就心想不懂新的会不会比较好 因为它的就蛮便宜一下的嘛 然后我通常买的那个呢 我买的是4 pair for 70多块钱 然后这个的话我忘记是多少钱了吧 definitely like 5块多少过10块钱 for like this whole set of maybe like 4 pairs I think so我就心想you know is there going to be a difference 我就想要来try一下看有没有差别 which我刚才已经试用了 and I can tell you there definitely is a difference ok 它感觉上是挺不错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奶头铁是这样子的 然后它中间是有这个圆圆的东西呢 to aim准你的奶头 to like be over there which我刚才try衣服的时候呢 我特地穿白色衣服什么都看会不会看到 所以我穿白色衣服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看到那个奶头贴在那边 which doesn't look very nice ok 因为那个形状很明显 奶头看不看得到的话 是还ok 我看要depends on你的奶头的颜色是多神 overall I wouldn't really exactly recommend this meanly because你可以看到那个形状 which is not very nice especially if你穿白色衣服 你穿黑色衣服可能比较forgiving一点吧 白色衣服 is definitely a no go but如果你不想要invest in一个比较贵的奶头贴的话 你觉得总是穿了几次就要丢的一个东西 you don't mind that you know can see the shape or whatever then你可以just去洗嘛 because it's definitely a lot cheaper 还有多一个我现在在穿 which我不可以给你看 ok but then我可以给你看我穿的衣服之后的那个效果 so它这个是属于那种like fillet这样子的吧 so你可以unhook它吧 我没有unhook都穿 把它直接穿上去 然后它是那种粘在你的胸腹的which I think actually我已经带了几个钟头了 我觉得蛮牢固一下的 如果你是expect它给你一点like 如果啊 你要like有那个cleavage啊 我觉得那个效果不会说很明显或者很好看 because it doesn't really like cap your row together to give you like that very nice line there so yeah 那个你不用想啦 but definitely for like just to盖住你的奶头 is ok but你还是可以看到那个形状在那边 if你穿白色的衣服 so it's also not like exactly very nice so just看你自己个人会比较喜欢哪一种 which这种fillet的我比较少穿 所以我不可以给你这样多的意见 but这个奶头贴 而且我definitely有一个牌子 我一路来一直在用的and it's been working very well for me so I think I'll just stick to that 然后进入到衣服的阶段的话 这个就是我试穿的第一件 so我 mainly会想要在SHIN买 因为我觉得这种衣服给大妈的女孩子比较难找 然后我在淘宝我也是没有看到很多这种款式的 所以我决定去SHIN买 而且SHIN会来的比淘宝快 我才会在那边去选这几件 to my wish 我买了好几件不一样的 就一样的版型 可是它的那个布料啦 或者just like cutting 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 这个已经算是全部里面最ok的了 actually我已经试过 我买了I think around三到四件这种版本的 可是前面全部四穿的我都很失望 所以这个是唯一一个我觉得可以看的 你知道吗 它也是有它的好跟不好 ok 所以我先跟你讲不好的那几点 就是它会一直这样滑下来 所以我会感觉到好像一只它会很露 然后它这边也是有时候会一直这样卷上来 so it may be a bit annoying ok 你要穿这种露背的设计的话 你也是要看你会不会比较有肉在你的背 因为我的背也算是蛮有肉的 so你可以看到很多那些 讲讲的那个就是那个面包力啊 你知道吗 我不懂我要怎样形容那个后面的那个肉 你知道吗 可是你不要太去在意的话 因为戏色后面你看不到 你不要去想它的话 是ok的啦 我会想要买这个露背的设计 是因为我的背有一些来温身这样子 所以我想要you know 比较看得到我的温身 but other than that actually 因为我的背也是有一点来斗斗嘛 所以你没有很有自信 to show off me the背的话 then better not to get这种款式的衣服啦 你知道吗 如果你有兴趣买这种款式的话 this is the one which is literally the best among all the others so如果你要买的话 你可以just去买这件就好 其他的我帮你踩雷了 ok 它是算蛮短款的 so是到我的肚脐在这边 so到这边 so是到你的肚子的中间这样子啦 我觉得侧面来说看起来还算ok 这边你要自己调一下 所以它不会看起来有点乖乖 有时候这边会有一点露肉还是脊肉这样子 所以可能没有说超级的好看 你也是要去洗脑你自己的 you know it's ok的 不然的话你会一直在那边 一直在那边觉得我穿这件衣服很难看 then你就不需要穿这件衣服出门了 然后那个背露的是这个样子的 就当然会看到肉是蛮明显的 可是可能你只是要去蹦地啦 你要出去玩啦 just for the night 可能来外面暗暗看不到的话actually是ok的啦 你不要太在意的话是ok的 下一个我们有的就是这个tube top 你可以看到这边可能有一点怪怪这样子 because我try to把它拉上来都盖住我的腹乳这边 可是当我try to盖起来的时候 它这边就会有一点来这样 like bend 下来 so it's a little bit ugly啊 然后这个tube top的话呢 它其实是一个two piece set来的 所以它是一个白色一个黑色 but sadly to tell you 那是我试穿的时候 我不懂我把那个黑色的放到哪里去 我刚才在那边挖我想要找那个黑色的出来给你们看 but then yeah sorry我不懂放到哪里去啊 so我只可以试穿白色的给你们看 but it's honestly not bad especially for大马的我穿得下 and fit me like 超级刚刚好 so it's very nice 你可以看到它的侧面 and后面 我觉得还算是ok的 even for 白色 itself but of course你要穿一个 比较看不到的一个奶头铁 你不可以穿刚才我介绍你的那个奶头铁 is gonna be like super ugly 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第三个我跟你讲的那个贴住 which我不可以给你看的那个 so you can roughly see like how it looks like over here so它没有说很大的一个支撑力啦 ok so它不会把你整个胸拉起来这样子 but它还是可以做到sort of like遮盖的效果 so你自己去用你的想象力去imagine ok 我觉得这个tube top的话 就算你要单穿这样子with一个牛仔裤啦 或者你可能觉得比较 没有那么有自信单穿一个tube top的话 你也是可以套一个外套过去 也是ok的 如果你是穿黑色的版本的话 你可以配一个硕胜裤在里面啦 然后你穿一个高腰裤 看不到你的硕胜裤的话 我觉得也是蛮好看一下的 so我觉得这个tube top你是大胸的 然后你再找一个tube top有点难的话 因为这个还ok 可是当然它里面没有那种like rubber to stop it from slipping down so我不懂你们会不会comfortable with that but then so far我这样穿的话 我觉得因为它给我的尺码是刚刚好的 所以我也不会觉得说它会有一点来讲讲来 low还是很容易掉下来或anything 我觉得它蛮support在这边的 so overall is quite ok 这个上衣的话你可以看到上面这边 it's not meant to be here 我只是要来给你看它里面这层有多短 我不懂它做来做什么 it's either你做长一点 to折到over那个胸 不然的话你就是just把它cut掉 like把它缝死 为什么你要留着一个like小小个的flap for what I also don't understand so it's supposed to look like this 我觉得是actually还ok看一下 it's just that you know extra布料的那个东西 因为它的那个布料没有很厚 so你through这边你可以actually看得到那个线在这边 so it's a little bit ugly but other than that actually是蛮ok的一个吊带上衣 就是很普通没有什么可以讲 只是可以看到妇如这边 所以可能没有这样的好看 然后它是属于比较短款一点的 所以你要穿一个高腰裤 侧面来说跟后面我觉得都还ok 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我只是很不喜欢它的这个extra的布料 other than this it's ok 它的这个吊带的话是有弹力的你可以看到 so你可以再拉更长 or anything 所以你也不用怕如果来 可能你这个area会比较宽 or anything 会很窄或者很累这样子 是ok的只是感觉上obviously 因为它是新的 所以会有一点点可能比较便宜便宜一点 这样子就好像你直接拿一个弹性带 直接跟它缝上去这样的一个感觉 so可能会感觉有一点点like比较chip一点 穿上去舒服看起来也actually是还ok 就算你不要穿出门 I think你也是可以买来穿家里也是可以的 只是压因为它有一点薄 so如果你要穿出门你就一定要穿一个奶头贴 if not it's you know ok actually这一件咯 现在这样看突然就好像不错看这样 actually我是有打算要来退货这样子的for几件衣服 but now like 不用退了这样子 因为ok我还有order I think 有多一件这种来露背款式的这种衣服 可是我不懂它在哪里 然后我也是有一条裙子我也是不懂我放到哪里去 so那两个我都不可以试穿给你们看 for这个视频这个已经是最后一件上衣了 which actually我那时试穿的时候我觉得 诶 超丑的啊这个really不可以 but现在我这样穿好像用ok勒 actually它很舒服 因为它这个是属于比较t-shirt material的 然后后面这边有多一条袋子 所以compare to刚才那个 这个不会那么的来掉来掉去这样子 and刚才那个的布料是属于比较湿滑一点的 然后这个是比较t-shirt一点的 so这个感觉可以比较日常的船 and这个有稍微盖那么多一点点 你可以看到侧面前面 然后给你看 这边后面有多一条袋子 所以它会比较来hold住在那边 它不会来一直要掉下来这样子 I think 这一款我唯一超级不喜欢的一点就是这边 因为它这边的洞呢是稍微比较大一点点 like 它cut到比较前面一点 so it's just like super weird 然后很丑 有时候你就可以 like out of nowhere 你可以看到你的旁边这边的肥肉 so我觉得 like very ugly but other than this part actually this whole piece is挺ok的 这几件的长短全部都差不多一样 都是到肚子中间 所以全部都是要穿高腰裤才会比较好看 我要跟你们介绍的那条裙子 actually是不错看的 那条裙子是可以买的 我只是不可以试穿给你们看 because我不懂它在哪里 那个链接我会放在那个小格子里面 你们有兴趣你们可以去买 那个是不错 I think 我没有记错的话 只是它有一点比较长 other than that 是 sort of 挺ok的 那个的 material也是有点像这个 讲它的上半色会有点比较 like t-shirt一点的 material 然后可能下面是比较我不懂 嚼嚼的 material还是什么 我不记得了吧 没有说很肿那个还ok 然后另外一个的这个的上衣 好像是也是差不多一样这样的问题 就是没有很好看就对了 so yeah I don't suggest to get that piece yes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其实你们今天看的开心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就记得点赞咯 通常我的SHIN的开箱都会很短 因为我通常不会买很多衣服 我还是会对他们家的quality 有一点有所保留你知道吗 因为真的是very hit or miss的一个东西 but the good thing is 他们是可以做退货的 你也是可以还buyatomi 这两点 is the plus point of the store other than that the quality wise is really very questionable 如果你是真的很急需要衣服的话 或者你可能觉得你比较难买衣服啦 for大马的尺码啦 then你们就可以去SHIN那边看一下啦 if not then I wouldn't exactly really suggest you to go to SHIN to buy clothes but you can go and take a look and browse browse啦 我们下个视频见吧 bye bye